前两天,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好访问了,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马克龙在中国全程受到礼遇,这无疑也给全世界发出了一个友好的信号 俗话说,来的都是客,我们作为东道主,自然回馈了一个空客的大订单 可以说,小马此行,那是收获满满,凡是他走过的地方,必定是热浪沸腾 当然了,借着中国的东风,法新社呢,也无意间火了起来 这是因为,他们随一团访华的摄影师发布的几张新闻摄影作品,得到了中国网友的肯定和认可 就拿这张照片来说,就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这张照片,一眼就拍出了中国高贵哥迎接的场面 看似中方是主题,实则马克龙的背影才是点睛之笔 让人一眼就记住了迎接的大场面 把武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一下子就给轰托了出来 可以说,这样的拍摄手法很是高明 达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同时,照片整体风格呈暗黑色 瞬间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感和压迫感 咱不得不说,法新社拍照片还是真有两下子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说一下 在去年火爆全网的,也是由法新社拍摄的优秀代表作 帝国的黎明,这组照片了 法新社作为西方阵营的四大喉舌之一 利用自己的适应作品,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 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当初他们发布帝国的黎明,这组照片时呢 原本是想利用独特的暗黑色滤镜来营造出一种冷酷无情的氛围 强化压迫感和肃杀的气氛 借此呢,丑化中国军人形象 可以说,这些手法非常符合西方对中国强权形象的想象 可是不能想,这些照片发到网上之后呢 却引起了中国网民对中国军人的强烈自豪感 说到这里啊,当初这些西方媒体啊 恐怕也是满脸的问号了 其实,这已经不是西方舆论公事的第一次翻车了 大家都知道,每年的5月9号是毛雄的胜利日 那一天呢,莫斯科红厂上都会举行圣诞约兵事 电视直播后呢,相关的画面会被俄罗斯的网友重新感知出来 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就是要加上苏外激情曲作为BGM 整齐的步伐和高昂的斗志 配上这首气势辉煌的苏外激情曲 可以说,直接染爆了俄罗斯人的民族情绪 虽说这首歌曲啊,让俄罗斯的百姓十分上头 但是啊,这首歌曲啊,既不是苏联时期的作品 也不是俄罗斯人写的 而是啊,一款美国游戏《红色警戒3》的主题曲 是正儿八经的美国货 玩过《红色警戒》的人都知道 美国人把列宁形象用在了有理的身上 而且还把苏联武器的简陋野蛮的特性融入到了游戏当中 这就意味着,这是一款夹带私货的游戏 《红色警戒》游戏中的配乐自然也是有其政治目的的 这首曲子在当时呢,就是想突出苏军的野蛮 反映苏军想要一统天下的野心 可是没有想到,时间走到现在 全俄老百姓呢,压根就懒得去揣色这背后的政治寓意 反而呢,完全被音乐的旋律所吸引了 成了全俄罗斯民众的历史神曲 现在我们回头再看看 由法国人拍摄的《帝国黎明》这组照片呢 简直和美国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白白的为我们贡献了一组英姿勃发的中国军人的宣传照 照片中,中国军人的形象被他们故意制造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的氛围 这与西方国家对猎强的态度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呀,现如今的法国人已经从骨子里认为我们是强者了 他们企图将一股的军人呢,描绘成铁石心肠,冷酷无情的形象 想借此呢,引起民众的恐惧和厌恶 可是这些人却忽略了中国的历史和民族情怀 我们都知道啊,中国的近代史啊,是屈辱的历史 是被西方奸船力炮哄开的历史 所以屈辱的近代史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 自己的军队强大的想法 法国人拍摄的这一组照片呢 正好符合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军人形象 那真是威武且庄严 曾经那些列强,看我们中国军队竟然是这样的感觉 就别提我们心里有多爽了